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香港中将灭亡 它是死于生态灾难 还是政治摧残呢 两本分别在书展 和动漫节推出的本土文化 而精细线条 寄吓了对香港末日的幻想 Pencil的香港灾难 将香港画成废墟 所有高楼地标 全部倒就倒 这是破坏大自然的恶果 大自然扯火 一定会做成天灾 地震 可能是海啸 画了一两张出来 很有趣 很多人都喜欢 觉得未见过香港烂成这样 考虑去延伸一个故事 之前是一张画 政府一些政策做得不好 都画一下 烂了会点门上开 宣洩一下自己 故事用了第一身的试点 令读者仿佛好像其中一个生还者 亲历其境 读者拿了我这本书 这本绘本的时候 就好像捉到画家 主角的一本画册 漫画中有一些典型的香港人角色 包括灾难中 只顾着打爆机的废青 还有要去抢名牌手袋的港女 很少得来幼可悲 喜欢精细画风的Pen 因为看过马荣成的风云 就爱上了港湾 画的时候都会学到那种排线 那种风味 因为如果我很草地画了一张画 很快速去画的时候 可能别人要猜到那地方是什么 你那些笔触呢 我觉得是香港现在 年轻一辈的较少有 同样在7月整死香港的 还有借心容易的香港感染 弄死香港 弄死了 弄死了 走下去 我们只是将未来勾画出来 不是什么病毒 最大的感染就是恐惧本身 如果一生会在恐惧之中 是你人生最大的悲哀 是这些白色恐怖压制下的东西 是越多人想看 他首次禁入欲感写政治 有什么后果仍然未知 尽量我也不会妥协 道歉之前才要学会 不要妥协 感染讽刺地在立法会里面爆发 今次香港感染 第一期都会有 痴筋议员的 痴筋议员出现 有些遗憾 他好像排第二梯队 希望他看得开心一点 漫画又提及雨傘革命 事隔两年才写 他不认为香港人会忘记 反而跟车太甜才像是墙头 这些事件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 见到更多政治的面貌 和人的面貌 觉得事态发展 会见到更多真相 十乘十届 今个夏天最贴身的mini travel guide 将记者心水推介 制作成旅游收藏卡 让你走到哪儿 玩到哪儿 立即去十乘十届报道内下载